今天要介紹一個簡單易學的明太子意粉 明太子是以鹽醃過的鮭魚籽製成 口感爽滑、味道鮮甜 材料亦非常簡單 用明太子和沙律醬混合成醬汁便完成 絕對是零失敗意粉 我們需要的食材有 意大利粉100克 明太子40克 沙律醬20克 壽司紫菜半塊 先攪拌醬汁 將明太子和沙律醬拌勻成為明太子沙律醬 明太子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品 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 和不飽和脂肪酸等成分 能夠為身體提供所需要的營養和能量 白鍋加入紫菜絲 用中火炒至乾身香脆備用 用中火炒至乾身香脆備用 水滾後加入意粉 按包裝指示煮熟 意粉的升糖指數比白飯低 所以建議減肥的朋友可以選擇以意粉作為煮食 但也要配合低卡醬汁 用來炒至乾身香脆備用 用來炒至乾身香脆備用 和明太子沙律醬拌勻 和明太子沙律醬拌勻 煮明太子菜色時需要注意 如果將明太子落鑊煮 熟透後便會變成白色 所以一般的明太子意粉都拌勻便完成 這樣便可以保持明太子的顏色 最後用紫菜絲做裝飾 便完成這碟明太子意粉 明太子濃郁的鹹味和微辣的味道超棒 如果不想只吃齋麵 可以配搭蝦仁或帶子也很配合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聊吧